青一色穿著黑衣的客人 陸續走進餐廳 有人走上二樓包廂 有人站在櫃台前點餐 但話才說到一半 業者卻突然說不做他們生意了 讓客人 陳小姐當場氣炸 陳小姐指控 當天他們到嘉義辦父親的告別室 結束後邀請親友和教會牧師 一起到訂好餵的餐廳吃飯 沒想到竟被業者趕走 痛罵業者實在太離譜 而面對指控 業者出面喊冤 說當天因為另有活動 已經在電話告知對方無法訂位 並非故意取消 訂座說我就跟他說沒位置 因為他要宿多那個地方 我們是在做訂婚的事業 因為中級百的也是有人訂 沒有包廂可以給他 我在電話中很沒見 而且看到十多名黑衣人 陸陸續續走進店裡 業者除了怕坐不下 也擔心影響其他用餐客人觀感 點到第五道菜我跟他說 因為後面的人一直進來 本來只有他們級別 後面的人一直進來 我看他會燙 但對客人來說 自己只是穿黑衣來吃飯 竟被當成不速之客 還被當眾趕走 這樣的待客之道 恐怕也讓餐廳形象嚴重受創 記者和國灣嘉義報導